我们先谈谈大市的表现 虽然中美贸易协议有机会提前签署 但是港股今天走势比较弱 今天有回吐 现在跌幅较为扩大 最新跌至130点 上日强势油邦 都跟着市场一样 要转跌 我们怎样看后市的表现 看到几次试过27,000 都是无功而还 明天期止结算 究竟是否很难突破上去 其实又不是很难 不过市场上 你会见到是很审慎 因为就算你见到外围较为有些好消息 美股仍然升 恒指就好像受制住27,000 即是100天线位置 或者是这个大位 但是同一时间 你见到10天线都能够住 上个星期穿过 今个星期 今天都能够升上去 主要是A股 A股 你见到年日来 都比较走势弱 走势上去比较难 但我相信期止结算之后 可能市场就会再反映 美国减息预期 甚至乎看下资金流 会不会冒出比较大的风险位置 一旦是这样的话 市场突破27,000点 楼上的机会都高 还有11月份 还有中美贸易协议 所以短期 我都相信恒指 守得住10天线之外 都可以挑战250天线的水平 给多一点耐性 再等下 大市暂时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状态 但今天有一个蓝筹很厉害的 就是曼洲 逆市上升 曾经最多升9% 但每次都升少了 我们看上天就出了个季绩 头三季的收入 按年升到3.7% 经营利润方面升7.2% 大数股东应占入利方面升到8% 单计第三季的话 券商就计过数 期内经营利润方面 按年是多赚55% 第三季始终是很厉害 扭转了是第一季 和第二季的按年跌势 而核心利润 更加升到近80% 全靠美国上游业务做好 还有中国包装肉 鲜肉的业务都有改善 今天股价都告诉你 业绩是有惊喜的 但问题就是 量点你会放在哪 其实量点再放在一些前瞻性 无论是猪肉价格 甚至中美贸易战缓和之下 会不会计算大豆之后 再会有一些加禽类猪肉 会进口多些呢 如果你说未来有希望 关税一拿走的话 可能对于曼洲出口到中国的产品 亦都会增加了 这是我们现在 或者是股价未反映的一些事 因为现在都是说一些政治的原因 贸易战 大家都不知道谈到如何 又或者第一阶段 都不知道是否签得成 但当11月 假设是这个关税 甚至乎协议签不成的话 弹上去那一刻 我觉得曼洲就会反映相关的因素 其实今天是升得好似很多 亦都好像八个半的位置有阻力 但如果我们看着早前 猪肉价格真是很高 大家觉得曼洲的生意额 甚至乎销售去中国的产品是多 那时是说的是九元楼上的事 所以我觉得在下一转 当有这些消息开始转好的话 曼洲的股价都会有机会再向上